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12月16號 星期五為您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牙 高宏安社灘檢調昨天收網 發動了8路搜索 經過19個小時 高宏安在今天清晨5點10分 以60萬元交保 兩名助理陳煥宇 王玉文各是10萬元交保 高宏安的男朋友李仲廷 最後是無保請回 為什麼李仲廷不用交保呢 交保與否金額的多寡 中間這個美角究竟是什麼 那對高宏安而言 這一場官司是不是也是 考驗著愛情 有人推論說 交保代表說你看 高宏安他涉案的情節 其實是很輕的 我們其實稍後要告訴你 一個交保的這個case 他最後被判的是 七年的重罪 還傳出說檢調搜索之前 高宏安他立法院的私人桌機 桌上的電腦已經被搬去維修了 在這樣一個敏感的時刻 存有關鍵物證的桌機送修 這個桌機是真的故障了 還是別有意圖呢 高宏安他涉嫌 扎鈴助理費這個案子 從他的本人還有李中庭 陳煥宇王玉文還有小兔黃惠文 陳玉凱前後總共是有六名的被告 他們都被約談到案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哪裡露了什麼 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是 月薪表賬寫五萬塊 可是他實領卻是零元的日久無打尾 怎麼沒有看到約談的動靜呢 好 今天我們開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資深媒體人鍾年晃 各位好 大家好 接著歡迎桃園市議員當選人 玉北陳雲將軍 各位好 大家好 還要歡迎前民眾黨的 中央委員張奕善 各位好 大家好 左手邊歡迎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張宇韶老師 各位好 大家晚安 好 歡迎民進黨立委蘇巧惠 各位好 大家晚安 接著歡迎的是 國民黨新北市議員葉元支 各位好 大家好 還有律師陳軍偉 各位好 大家好 我們從高鴻安來看 昨天他被搜索約談 到北檢附訊 已經是深夜的時間了 今天的凌晨5點10分 才裁定60萬元交保 現在整個案子 跟過去不一樣的點在 他本來是他字案 現在改列真字案 我們一起來看 有被檢用出檢訊好了嗎 頭戴帽子綁馬尾 立委高鴻安被送往地檢署覆訓 前法官當場嗆聲 難怪 被罵貪污犯 高鴻安不發異語 訓後被依貪污之罪 條例60萬交保 加油 加油 社詐領助理被高鴻安雙手 何時道謝快不離去 北檢外還有支持者舉牌聲援 入境高市長 回憲竹教職 回憲竹教職 這回遭約談的 除了高鴻安外 還有他的男友李中庭 以私被當人頭榨領助理費 也遭移送北檢 有什麼辦法要說啊 同樣不發異語 李中庭訓後無保請回 而高鴻安辦公室主任陳煥宇 以及前助理王玉文 都許十萬元交保 好 我們看 在約談完之後 大概他們的結果會是什麼 這個是初步的 高鴻安在經過連夜 十九個小時的征訊之後 因為他是在昨天的時間 在十點半中 他進到了北基站 來接受約談 我們看 這個已經是三個半枚 到了算是凌晨 十二點零二分 他移送到了北檢 最後在清晨的五點十分 六十萬元交保候船 等一下我們再來聊其他的 包括他的現任的主任 陳煥宇是十萬元交保 那前辦公室的公關組長 或者是公關主任 公衛文王玉文 他也是十萬元的交保 男朋友無保請回 那我先請教晃哥 因為昨天我們討論最多的時候 我們在推演說 到底有沒有可能壓 我看到昨天很多雞跟鴨 晚上吃了雞跟鴨 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昨天在推演 那今天的結果 我們看到是六十萬元交保 你意不意外 說實在我昨天 我就在臉書預測說高宏安不會被擠壓 果然被我料中 但是我有一點是料說 我原本認為說他的助理 應該至少會有一個到兩個被生壓 但是竟然都交保 那代表這些助理 其實跳船的速度還滿快的 因為簡單來講 檢察官為什麼要擠壓一個嫌疑人 就是認為 因為檢方在問你的時候 他不會是一張白紙在問你 他手上一定有相關的證據 然後他在問你的時候 他從你的回答裡面 來判斷你到底 你犯後態度如何 簡單來講 你到底有沒有從十招來 如果你講的都很 完全跟我手上證據吻合 甚至你講了一些 我都還不知道的事情 基本上這樣的嫌疑人 或是被告 大概就不會被擠壓 可能就是吳寶請回 或是說少少的交保 因為你配合我調查 你很老四年 所以顯然助理跳船的速度 滿快的 就是陳奧宇跟王玉文 兩個人十萬塊交保 什麼意思呢 十萬塊金額 其實就是一點意思意思 那就是這個交保 這個十萬塊意思 我是覺得說 他是確保你下次 我在船你的時候 你會如期到庭 那基本上 我覺得檢察官 昨天對於陳奧宇跟王玉文 在偵察庭跟他回答的內容 基本上我認為他的滿意度 應該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才會很簡單 用十萬塊讓他交保 所以這一點是高宏安 要很緊張的事情 因為你的助理 什麼都糟了 甚至我覺得 至少有一點確定 所有的助理 應該都一口咬定 公基金制度 不是前面辦公室留下來的 也不是誰惡搞 就是出自你高宏安的指使 這一點應該很確定的 好 另外來講高宏安 為什麼我研判 他不會被擠壓 是因為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是現任立委的身份 而且他又是新竹市長的當選人 北檢 北檢的檢察官 大概就是我們全國的檢察官裡面 大概是最優秀的一群人 他們除了辦案能力很好之外 他們對於這個司法案件 後續帶來的社會上的效應 他們其實都會有相當程度的判斷 也就是說北檢的檢察官 他在判斷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今天 這個案子能不能夠繼續辦下去 跟積壓高宏安 有沒有直接的關聯 如果檢察官覺得說 不行 我不壓人 這個案子我辦不下去 那一定會生壓 但是如果檢察官認為說 其實壓不壓沒差 我手上證據夠了 我一樣可以辦下去 可是我壓你 會引起後續的政治效應很多 比如說我要經過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到底是要朝委協商 在院會表決又先朝一輪 所以檢察官在衡量之下 他覺得說第一個 可能他檢察官認為說 第一個他手上的證據夠 他可以不用積壓 第二個 高宏安是有60萬交保 60萬大家聽起來不要覺得 金額好像很少 其實60萬不少 你在地檢署的實務上 60萬交保其實金額不算低 而且高宏安 我們現在所知的 所謂的貪污可能的貪污所得 大概是80幾萬 60萬交保 其實我覺得金額不算太低 那60萬交保 對檢察官的判斷是什麼 就是昨天他在問高宏安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事情 高宏安可能承認了 但是大多數的事情 高宏安是不承認的 或是有點延遲閃爍 所以檢察官會用60萬來交保 那第一次交保 是不是代表以後一定不會升壓 也未必 我舉林之庙的案例 林之庙第一次被約談的時候 是沒有升壓 吳寶請回 第二次約談之後直接升壓 但是後來法院沒有准 所以最後改成交保 所以有沒有可能 在他沒有立法委員的保護傘之後 直接升壓 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很簡單 高宏安跟他的助理 顯然昨天都沒有拒絕夜間偵訊 所以一個問到凌晨2點多 一個到凌晨5點多 他們沒有拒絕夜間偵訊的 他們是希望這件事情 能夠速戰速決 但是高宏安跟助理的心態 可能不一樣 助理大概抱著說 我就全部誠實已告 所以我趕快 你問完我趕快回家睡覺 那高宏安的心態大概是說 你先放我出去再說 我先去當了市長之後 以後我的事 我們以後再講 所以到底有沒有人 能搞定司法呢 說實在 我不認為在台灣 現代的社會裡面 有人能夠搞定司法 雖然台灣的司法體系 長期以來在人民的信任度偏低 但是經過這幾年來 因為不斷有新的司法人員 新進的司法人員進去 我相信這些比較年輕的 新進的司法人員 基本上他們的腦袋裡面 不太會有那種所謂的 黨國教育或是意識形態 我是傾向於比較相信他們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昨天這個狀況呢 現在看起來 我大概可以確定高宏安 幾乎90%以上會被起訴 而依照目前的市政 我覺得一審被判 有罪的機率相當高 因為他有一點 他一定閃不掉 公積金是出自他的主意 然後公積金拿的錢 是助理的公費 那個叫薪水 那個叫公費 然後他把公費拿來施用 這也是事實 那這個已經構成貪污了 那至於說其他 是不是有人頭助理的部分 那個也許他有 如果請到很高明的律師 因為聽說他律師 以前也是檢察官 大概辦案也很有經驗 就如果請到高明的律師 也許可以找到一些 無法證明是人頭助理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 昨天李中庭的角色 是讓我覺得最好奇的一件事情 他竟然是無保請回 因為以他跟高宏安的密切的關係 照理說他對整個案件 李中庭的了解程度 應該遠勝於其他助理 而且我跟你講 之前不是有報導過 那個檢舉函上面也有提到說 李中庭的角色是什麼 是他們辦公室裡面的大大小小的帳 都要經過他 然後還給他一個封號叫做 高辦的大掌櫃 對 沒錯 就記不記得小兔曾經講 就他當時高宏安這樣做 他覺得很不妥 然後李中庭就跟他講 你就照做就對了 所以李中庭的角色 照理說他的涉案程度 應該很重 可是竟然無保請回 那我覺得只有兩種很極端的狀況 一個就是他對檢察官是 詳食已告 就你問什麼 你問一 我甚至我不只答一 我甚至答三 我把你沒問也告訴你 這是一種可能性 檢察官覺得說 犯後態度良好 好 你就回去吧 另外一種情況 檢察官是不是有可能 在放長線釣大魚 我再舉林思廟案例 無保請回不是有人 拖著一個行李箱嗎 然後說裡面都是請書 拿去燒掉有沒有 當然檢察官那次是失誤 就是說你沒有把那個燒掉的東西 扣下來這是一個失誤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 放長線釣大魚 說實在這個檢方 有時候辦案的手法 他變化多端 那我也很難去預料 但是我還是覺得 這個案子不會拖太久 第一他不會拖太久 第二很多人在關心說 昨天不是有一台電腦沒扣到 其實我倒覺得 那台電腦沒有太多 可能還好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2020年的資料 所有的帳策 全部都已經在檢察官手上 那檢方要那台電腦 大概想要知道 第一個是2021年開始 一直到最近有沒有攻擊金 我合理的判斷是有 因為沒出事 當然繼續做 真的啊 對啊 因為貴啊 這很正常吧 都沒出事 我當然繼續做 而且這個錢很好用 幾十萬幾十萬的 我要洗頭要吃大餐 要送點皮貼都有 對啊 好 有可能是2021年以後的資料 可是就貪污罪的食物來講 你貪污的金額當然會影響到你的刑度 但是它的影響並沒有那麼大 因為它這一條是七年以上 就是低消 一分啊 對啦 低消就是七年 那七年跟八年當然對被關的人來講有差 可是後面 檢察官只要鞏固 他只要能夠鞏固 百分之百鞏固 前面2000年 2020年這個證據的話 後面這台電腦到底有沒有被查扣 或者說這個資料是不是被銷毀 甚至硬碟已經不見了 我覺得可能就是證據力的部分會可能會差一點點 但是會不會影響到法院最後的判決 我覺得我個人到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還不至於 因為案情有非常多的細節 我們可以來討論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 吳寶請回等一下再來聊 我們先聊60萬元交保 來 于將軍 我們看高宏安他大概透露了一些什麼 今天的這個報紙有寫到說 據調查高宏安他做無罪的答辯 那他就講到說公積金的制度就是從助理 從前任的立法委員那個辦公室裡面帶來的 不是他獨創的做法 沒有強迫助理回捐 沒有前進私人的口袋 沒有這個詐領公有財務罪 那也這個使公務人員業務登載不實的罪的主觀犯義 都中都沒有 可是呢 報導裡面也寫到的是 根據了解 被告的助理咬定公積金制度就是高宏安所主導 高宏安說 沒有沒有沒有 是做你出來 他把這個制度帶來的 可是助理說 沒有啊 這個制度其實是 一手都是委員所主導的 那這邊都有頂答 對不對 兩邊其實是兜不起來的 那你怎麼看 其實交保很多人就是說 為什麼他可以交保 為什麼60萬交保 這個金額太低 其實交保的金額高與低 跟他有沒有犯罪 是完全 我覺得關係不大 因為交保只是說 怕你影響後續偵查與調查的進度 所以要把你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 等到我證據都已經到定位之後 怕你去湮滅破壞或是串供 不然關他幹嘛 不需要關他 因為並沒有判定有罪 只要在這個整個審判到定位定驗之前 其實他不是他可以說我無罪 因為還沒有判 不管是一審二審 你沒有判定他可以說無罪 那既然無罪你不能關他 所以這個積壓並不代表他有罪無罪 而是說會影響到整體調查的進度 其實除了交保代替羈押以外 還有什麼辦法給代替羈押 有折腹 可以折腹 而且在軍中你知道 我問了阿兵哥 放假想不開出去搶贏樓 你知道嗎 然後被誰抓到 被一個特戰指揮部的兵抓到 所以那個特戰指揮官去接受表揚 我被抓去狠狠地罵了一頓 那這個兵到了這個開羈押田的時候 就問我說 那你是軍人嘛 所以部隊長你簽名 折腹叫我帶回去 那我就直接問那個 我可不可以不要折腹 我可不可以不要折腹 可以啊 他說你不折腹他就抓去關 那就關啊 那就抓去羈押 那他說為什麼你不要折腹 我說折腹回到部隊跑了算我的 折腹就是你當保人的意思 對 就是我當保人 對不對 你真的保的不是金兒 是那個人嘛 那我這個兵把他帶回來 我又不能把他關在緊閉室 因為洪中秋元發生之後 不能隨便關緊閉啊 那你給他放在營序裡面 他翻牆跑掉就算我的啊 所以我說我不簽折腹 最後這個兵就被羈押了 後來就一直到判刑 那所以我在講說 羈押與否 或者交保與否 跟犯罪與否 我不認為有絕對的關係 他只是影響調查的程序 另外我講 高環這一次 為什麼會放出來 為什麼會好像沒有被羈押 很簡單嘛 他都沒有否認嘛 我不認為他會否認 不否認跟認罪 我覺得也不是同樣一回事 就是說我今天 你說你這個攻擊金 有沒有 沒有啊我不知道啊 可是人家說你知道 他說對那我是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這樣犯法 這就是不否認啊 那不否認代表不犯法 沒有犯不犯法 是法官決定 不是高環片面決定 所以很多人就說 哎呀糟糕了 大家這些名嘴要崩潰了 高環沒有被壓你們難過 我們又不是 我們又不是壞蛋 看到高環被壓 我們很高興嗎 我們也沒什麼好處 我們不會啊 高環被壓 我們不會高興 但是我們希望的是 這件法律事件 趕快水落石出 因為我們都有繳稅 我們繳的稅 希望是讓國家有益 發展國家 整體的行政效率 而不是讓某些人去方便 所以大家關心的是 法律事件 不是政治事件 如果你把中華民國的法律 當成一個政治的工具 我說句實話 自從我們民主化以後 我不相信有哪一個人 可以左右法律 你說早期 那個黨國通國庫 那個年代 還有以前傳說說什麼 青天白日勳章 可以換一條命 我們在軍中以前 我小時候真聽 我們也聽過啊 那時候在我們的對使館裡面 就有個青天白日勳章 你知道 我就跟那個管 這個對使館阿兵哥 你管好啊 這是一條命啊 他說為什麼 我說那以前我們傳說 青天白日勳章 可以換一條命 他就跟我說 報告長官 你被騙啊 那是以前 現在這個白天 是個文物而已 他不能換一條命 你的意思換一條命是說 上方保健的 特色 特色的概念 就是有某個上將 以前他孩子可能犯了搶劫罪 黃白濤 對 然後就拿這個徽章去 以攻抵他孩子的過 等於是總統給他特色 所以那個年代 可以左右法律 現在已經進入什麼時候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你還相信這個嗎 我說真的不要相信 如果這樣做是誤入法律 但是我最希望的一件事 就是他在這段時間 我希望高鴻安 你即使就任了新竹市長 你要把你以前這個 你不認為是錯的事情 你把他先杜絕掉停掉 否則受害受到損害的是新竹的市民 這才重要 這個案子 其實全臺灣都非常的關注 那尤其我覺得這個法界律師的部分 很多人都在動腦筋 昨天在看 因為他們也知道說這個相關的案情 都有在follow 那follow之後就會開始推演對不對 那這個軍委律師 我就請教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在那邊動腦筋 我們看有六十萬交保的 有男朋友五保請回的 有兩個助理是十萬元 交保請回的 而且整個時間拉的蠻長的 那還有一個 我們也覺得蠻詭異的 是奇怪了 那個五萬零零元的吳達偉 怎麼到目前還沒有看到什麼動靜 那我想要請你先 從這個數字上來分析 十萬塊 六十萬 那五保請回 我們要怎麼看這個眉角 我把這個案件 高鴻安這個案件 我把他當作說是一個法律 貪污治罪條的一個叫案 為什麼 剛剛桂亞講得很好 就是說為什麼高鴻安本身是六十萬 其實我要先說六十萬很少 在實務上的交保 竟然是非常少 那因為他六十萬已經壓了一個 基本的一個限度 所以下面就只能十萬 甚至是五保請回 那如果把整個案子 刑事案件當作一個颱風來講 颱風眼越靠近颱風眼 一定是越嚴重 所以高鴻安 他在颱風眼當中 所以他如果今天檢查官決定 這個案子要放人 那高鴻安 他的數字如果設為六十 與他越相關的就會稍微重 當然很多人一直在質疑 為什麼李宗廷是零 他是他的男朋友 那所以我們就看 這個案子可以分成兩大案 第一個就是公積金案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他的人頭 助 詐領人頭案 詐領人頭這個助理費 那詐領人頭助理費 在實務上 其實我們看所有的實務見解 大家可以歸納出來 假設今天我拿別人 國家的錢把它收到私用 如果我的用途是私用 私人使用 大概貪污罪是絕對逃不掉 以這個颱風眼為中心 越靠近颱風眼 你要交保機能越多 那為什麼李宗廷是無保請回 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實務上很多的辦案技巧 很有趣 這個叫什麼 抓大放小 為什麼就是說同時 包含我們自己在承辦案件 如果夫妻都涉案 基本上我只會壓一個人 要嘛就都不壓 要壓就壓一個人 那如果都不壓 是要進行一種人性大考驗 我剛搞頭想說 這個是考驗愛情 他是考驗愛情 但是他也考驗我們司法的聰明度 因為你一定要有一個人 是比較輕 他才願意供出相關的資料 給檢察官嘛 如果兩個人一樣 這種兩個人都交保六十萬 或者兩個人 今天兩個人都壓了 那檢調如何辦案 沒有任何資料嘛 所以我相信今天李宗廷 他一定是貢獻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甚至他一定是承認犯罪 而且是幾乎檢察官講什麼 他就承認 他才有辦法無保請回 他才可以跟黃領會是 類似會計是同樣是 五保請回 否則他在本案 我剛剛講有公基金案 跟這個人頭助理 他的人頭助理 可以幾乎算是共同證犯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 李宗廷的這個角色 這個案子是不會成立 那當然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有沒有可能 當然這個是比較不可能 有沒有可能李宗廷算是不知情 我只是借帳戶 我相信高鴻安或李宗廷 或許會這樣在辯論 但是這個在檢察官眼裡 我相信也不能夠接受 因為你們兩個是這個非常要好的男女朋友 怎麼可能說李宗廷 這個實務上我們常常這樣辯護 就說他是不知情 他只是借用帳戶 那這個是比較不能夠成立 所以比較有可能就是說 李宗廷無保請回的主要理由就是 他應該是幾乎全部認罪 那高鴻安他本身到底認罪的狀況 依照我們這樣判斷 會沒有被羈押 因為當然說羈押的要件 一定是犯罪嫌疑重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搭配你可能逃亡 或是滅政 串政 或串攻 可是比較尷尬的是 因為他的身分 對 他的身分 他現在是立委 在不久後 他又要就職市長 那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政治影響 會不會也是影響到這一次 就是說檢方 他們在怎麼樣做思考的時候的一個主要的考量 對 沒錯 所以我說今天這個事件 我當作叫案 我下一個註解 就是說檢調真的有辦案 檢調有相對的司法獨立 但是檢調會看風向 看什麼風向 我把這次無保請回分成兩大塊 第一個是憲政層次 就是說這是中華民國 台灣游市以來第一次 縣市首長還沒就職前 就當然還有林芝廟 這是相對的案子吧 但是這個是十二月二十五號還沒就職前 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如果今天高宏官在十二月二十五號之前被羈押 那基本上沒有人可以宣誓就職 依照相關的法律就是要重選 就要重新改選 那這時候檢察官他就會面臨一個 這個考驗就是 他是代表三權分立民裡面的司法 我要抵抗全部清竹市市民的民意 連這個市長都還沒就職 我就把他壓起來要重新選舉 這個是檢察官他會有壓力的 所以這個是憲政層次 當然回到法律層次 就我剛剛講 要羈押的理由 就如同余將軍講 不是說你認罪與否 但是認罪與否 他不是唯一的條件 但是他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就是如果你今天承認犯罪了 OK好 但承認部分 我可能會願意 就是給你這個法外開恩 不予擠壓 但是還是會有一定的交保金 因為我覺得剛剛這個熊大律師 你講到說看風向 大家會覺得辦案還看風向 不過比較認真仔細詮釋了之後 我覺得你的意思應該是說 因為姿勢體大 所以他考量的點非常的多 我解釋一下 好 我剛剛聽到他講看風向 你怕到對不對 我剛剛聽到他講看風向 你怕到對不對 對 有看到我的表情嗎 狗鬆了一下 我們通常這個 我不會說是看風向 會參考相關的政治效應 我覺得其實應該是說 其實這一次從選舉到現在 因為這個案件是在選舉期間 就發生了 我覺得其實司法 非常的克制和節制 我覺得應該是要這樣講 就是司法完全獨立 而且獨立到 他現在不是恐龍法官 他和這個社會共脈動 他會宣發知道說 如果我現在是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大動作去搜索 去偵查 甚至到積壓這樣的程度 那是不是有一邊 不管哪一邊 一定會跳出來說 你是不是要影響選舉 OK 好 那所以我等到 我慢慢的收集市政 我靜靜的壓制滑水的 收集所有的市政 那麼現在選舉結果已經出來了 大家發現開始了 這件案件開始在收網了 一直到現在 他甚至是到了立法院進行搜索 這樣的動作 甚至有約談等等 可是昨天的這個狀況下 請高宏安等人這些助理 包括去約談了之後 是無保請回的也有 或者是有這個交保這樣的狀況 但就偏偏沒有社會大眾 某一些人以為的積壓 把他關起來這個部分 我覺得連這個部分搭配剛剛 這個軍委律師講的 其實仍然是司法節制的一部分 我必須這樣講 首先我覺得今天大家真的是 法律小學堂 這法律小學堂的狀況 就是剛剛將軍 大家也都講了 大家一定要清楚 沒有積壓 不代表沒有犯罪 積壓跟犯不犯罪 有沒有被判刑 這是完全兩碼之事 因為積壓這個動作 是臺灣我們的法律裡面 刑事訴訟法裡面 他是說什麼呢 是檢察官在調查這個犯罪 他認為你有犯罪的可能 但是我如果不把你抓起來 我不把你積壓起來的話 會讓這個案子難以辦下去 這是在刑事訴訟法 第101條寫得清清楚楚的 是非與積壓 難以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 所以一定要是跟審判 這個進行這個追訴 有關係的才會來 為什麼 因為你把一個人關起來 這是妨害他的自由 這何等重大 我們不是就是不希望 自己像中國一樣 隨便走在路上 就被人家抓起來了嗎 一定是要有重大的理由 所以在任何調查中 你都還是是理論上 我們都是無罪推定 你是無罪之聲啊 所以你要有很嚴格的條件 限制以後才可以被羈押 但沒有羈押 不代表沒有犯罪 這是完全兩碼之事 所以剛剛前面 大家講的這些調查的狀況 高安一定是很坦白的講 他的助理也都很坦白的講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不用再重述 但這些觀念 大家一定要清楚 其實辦不辦案 和這一次有沒有羈押 大家都是司法節制的一環 到底高鴻安坦承的程度 坦承到什麼樣 現在有一個重點 剛剛雖然說晃哥 覺得那個好像還好 但是呢 大家注意到的是 昨天在搜索他的辦公室的時候 那查扣包括你說 這個帳 紙本 電磁紀錄 什麼等等 單據這些東西 那發現說奇怪 那為什麼有個關鍵的電腦主機 怎麼不見了 那甚至又有人來通報說 電腦主機送去維修了 這一塊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如果說維修的那一台電腦 真的有什麼很重要的東西的話 那是不是也是在做滅證呢 我們先一起來看 結果北檢車業調查後 高鴻安是以六十萬元交保 而北檢前一天 到高鴻安的國會辦公室 這邊來搜索 查獲的包含內障 以及電磁紀錄 單據等證物 但就是沒有找到關鍵的電腦主機 兩名助衛警 在高鴻安辦公室外確保秩序 15號一早北檢大動作調查 要查扣存有關鍵證物 也就是助理費賬戶的私人電腦 但就在檢調搜索前 高鴻安辦公室 卻突然通知電腦廠商 把主機送去維修 處理高鴻安電腦維修的 設備商工程師出面爆料 說看不慣高鴻安貪污 辦公室的電子看板 含主機電腦 已經被通知 星期一要移走到新竹市政府 希望可以提行檢調前往查扣 我想這個對於相關的 案情的細節 老實說這個部分我也不清楚 所以我也沒有過多的評論 民眾黨立委低調的回 據了解關鍵電腦主機密碼 除了高鴻安知道外 另外就是處理公基金的辦公室 前主任黃惠文 以及現任行政主任黃靈慧 而目前主機下落 一次還在新竹的電腦 維修商手中 在這個部分我們只能希望相關的司法行動 誤網誤重 那我們也覺得誠實意相責 囤有關鍵內帳的電腦主機 就這麼巧在維修中 是否躲避偵查不知道 但面對司法調查 藍綠立委也呼籲高鴻安主動面對 釐清真相 好 去搜索當然就是要找出關鍵的事證 但是昨天的兵分八路搜索 高鴻安的辦公室 高鴻安等等其他被告的 連住所都去了 那據說有一個關鍵的 這個桌上型的電腦 沒有扣到 然後還傳出這個調查官 他還登門去高鴻安的住處 要去約去找這個東西 那根據瞭解 放在他們就是立法院的辦公室裡面 有一個私人的桌機 在檢調搜索之前 就已經被高鴻安辦公室通知了電腦 維護商說我電腦出問題 要去你看他特別引號維修 那到底是維修不知道 所以就要送去維修 剛剛辦公室要求說電腦設備商 下禮拜一你就幫我把這個桌機 就送到新竹市政府去好了 這個我覺得怪怪的 新竹市政府他還沒上任 那為什麼桌機要提前搬到那邊去 那另外一個訊息是這樣的 就有那個電腦維護商的人員 他就覺得不行 我這時候一定要吹哨子 我一定要嗶嗶 因為他發現問題 怎麼電腦然後送到我們這邊來維修 是不是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這邊他來通報他說我是設備商的工程師 然後他要講的是說他是看不慣貪污 他辦公室就是高鴻安辦公室的一個電子白板 含電腦主機說已經被通知 要移到這個新竹市政府去了 那他覺得說他扮演一個什麼功能 他為什麼要出來講 他要跟檢調講說 搞不好這個電腦的這個東西 也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他不希望說檢調在辦案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疏漏 那剛剛我又看到一個訊息 講說其實檢調認為說 高鴻安的電腦不是重點 他認為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小兔姐跟現在那個黃靈慧 他們都是行政助理 行政助理主要就是管帳的那一塊 他們用的電腦才是關鍵 那我請教原汁你怎麼看 因為那個電腦大家有說 對啊對啊 電腦裡面該什麼東西 不是都存在裡面嗎 怎麼這個電腦這時候 突然故障要去維修呢 我覺得昨天比較可 也不是比較可惜 就是說檢方現在沒有辦法 獲得足夠證據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我認為黃靈慧他並沒有 把他的帳本交出來 他手上一定會有個帳本 因為剛剛黃哥也有講 之前是那個小兔 他做的那個帳本 那做完之後他離職 離職之後高鴻安不覺得有問題 不覺得有問題 他一定會繼續做這個攻擊制度 那個就掌握在黃靈慧的手上 黃靈慧可能沒有把這個資料交出來 然後再也就是那個電腦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太相信說是消息走漏 可能就是這麼巧合 就是高鴻安說要去新竹 所以就把電腦送到設備商那邊去 然後電腦全部在設備商那邊 所以昨天檢方去高鴻安辦公室 並沒有扣到電腦 只有帶了幾個助理跟一箱的資料走而已 那箱資料可能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用處 所以在這個部分就有一個斷點 那個斷點就是後面的攻擊機的帳本 可能就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問下去 那所以可是我覺得就算有斷點 前面也已經有11個月了 應該還算充足足夠了 所以他現在就只能針對 前面那個小兔帳本這個部分去做詢問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所有檢察官 針對昨天的被告或者是證人 所有的處遇都是針對那11個月 那李中庭的部分我覺得他無保請回 倒不是說他涉案不嚴重 而是說我覺得很正常 因為李中庭就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他到底是不是人頭助理 第二個問題他到底有沒有牽涉政治獻金 他到底是不是 因為吹哨者有檢舉這一點 就是有檢舉這一點 說李中庭是不是在鴻海那邊有領錢 這個是鴻海要給他的政治獻金 那昨天檢察官針對政治獻金 這一點是完全沒有去碰的 那個電腦保證的是私人電腦 因為我們在禮拜年代過的 公用的電 維修不能送完完美 那私人電腦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會不見或是去送去維修 一定有果的